梦迈以路上的坑的名,图具是哈菲蛇在印度梦迈,有一位47岁的男子,因为路上的坑失去了自己的儿子, 但他并没有像别人一样,倦天尤人,而是开始了一项十分伟大的行动,自己填坑,2015年7月,由于雨水将道路上的深坑覆盖,达达拉奥比哈尔年仅16岁的儿子普拉卡士不幸跌入坑中,深受众生死亡,悲痛之余,失去儿子的比哈尔,决定将痛苦转化为行动,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, 他决定开始自己填补路上的坑洞,比哈尔正在路上检查坑吧,图具ABPNAWF儿子去世的三年来,他一共填补了路上556个坑洞,我平时会收集像沙子,随时这样的材料,用它们来填坑,这些材料主要来自建筑工地,我会请工人们帮忙,将废料收集起来,而不是扔掉它们, 比哈尔说道,在社交网络上,比哈尔被人们称作没有披风的英雄,同时,比哈尔还开发了一款名为Spot Home发现坑洞的手机应用,任何人发现路上洞穴,都可以通过这个应用定位,以别填补。 今年初,当地的社会组织,也加入了比哈尔的行动中,开始和他一起填补这些坑洞,我不想让人们再面对和我儿子一样的命运,我会继续下去,直到印度没有坑完为止。 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,如果有十万人加入填坑,印度很快就没有坑了,我很累,但我不会停下来。 达达拉奥·比哈尔表示,他还计划用儿子的名字,成立一个小型信托基金,希望去帮助落后地区的穷人们。 志愿者佐证在填坑,印度面坑派门,三年前比哈尔的儿子普拉卡斯,图不幸放生,图具亚洲年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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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